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我们就觉得这个应该没关系 神有时候让我们领受一些东西 甚至于有时候我们在带大家来问神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愿意明白神的心意 你愿不愿意让神来跟你说话 还是你里面其实有一个意念就觉得不可能 不可能 不会跟我说话的 我听不到的 我觉得这愿意明白蛮重要的 你知道在原文里面这个愿意明白 是有个寻求跟渴求的意思 寻求跟渴求的意思 他很渴望之道 很窃望之道 在这25节的时候 我选非节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什么 我想到的是之前 我记得有牧者讲到 如果我们要去攻打 假设我们要去对抗这个骄傲的灵 我们里面除非我们完全没有骄傲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胜过它 那我就想到这个末后的日子 这个权势 它里面是自高自大的 自高自大的 是诡计的 我就真的 我为什么要请大家 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我们开始祷告 如果你里面常常会有诡计 诡计就是一个欺诈 奸诈 自高自大就是一个 夸耀 常常夸耀自己 如果我们里面有这个 未来的基督来 或者是那个 那个权势来 我们没有办法抵抗 因为我们里面跟它是同一国的 诡计 自高自大 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分享 是它后面的 在人坦然无悲的时候 坦然无悲的时候 也就是可能这时候 正是大家就是平安无事的时候 很平静的时候 仇敌来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 祷告城墙 一直在告诉我们 警醒 警醒 所以你在祷告城墙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 我一两分钟没有 没关系 为什么要时间切得这么准确 所以就算你 25分你就祷告完了 请你继续守着这五分钟 好 请你继续守着这五分钟 这很重要的 然后到三十分钟 我们要接棒的 交接的 坦然无悲的时候 所以我们真的求主帮助 让我们真的是惊醒 惊醒 最后我选了一个 27节 于是我但以理理昏迷不醒 病了数日 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物 我因这异象惊奇 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我想选的意思就是说 真的当但以理他知道这个 加百略告诉他的时候 他就开始卧病 昏迷不醒 可是他起来呢 照常处理公事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 我很想提醒他 有时候你这样的意象 会不会你什么都不做了 或者你已经 你已经乱了套了 可是但以理这边告诉我们 他继续 继续照常 照原本的 继续做每天该做的事情 那个我因这异象惊奇 是他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未来的状况 他很担忧 无法释怀 在原文里面有这个意思 惊奇在原文里面有丧胆 甚至亚裔的意思 求主帮助你我 真的这末后日子来到 有很多的假仙智慧起来 讲一些话语 或者迷惑我们 我们真的要 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对圣经要更明白 以免我们都不知道 甚至求主也帮助我们警醒 真的是那日子 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求主帮我们 精醒度日 精醒祷告 愿神祝福你 阿们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喜欢的话帮我们分享 拜拜